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聯合國發布了48頁關於新疆的報告 其中控訴中共嚴重違反新疆人權問題 並且存在集中營以及強迫勞動的事實 引發了國際的撻伐,美國是罵最兇的 中共隨後發出了130多月的報告,予以否認 今天的影片有點長 有一位叫做天山見客的新疆人 他最近逃出了新疆集中營,偷渡到了海外 也開始做了Youtube頻道 今天會分享他的影片 包括他自己的經歷以及新疆警察的連線 那看完之後想了解更多細節的朋友們 麻煩去他的頻道訂閱加觀賞 那我們現在開始吧 我出生在新疆,新疆北疆,出於安全問題 只能這樣跟大家見面 我作為土生土長的新疆人 我覺得我有權利來回答所有人 關於新疆的任何問題 本來我準備自己親自錄視頻來面對觀眾 結果我被拉入了中國反恐名單 為了我家人的安全,我不得不放棄 首先我要將我逃出新疆集中營的經歷 那是2017年我被關進了新疆集中營 在中共嘴裡的教育培訓中心 大概半年後 在外面多方朋友的努力下 我被人用花錢的手段賄賂那裡的書籍 從集中營裡給買了出來 也許這個費用是一般普通老百姓一輩子的積蓄 但是沒有辦法,我必須去面對 出來後立刻就坐上了花了重金雇佣的一輛警車 全程護送我到了廣西 安排了安全屋 所謂安全屋 就是用別人的身份租的一間單身公寓 然後我一個人在那裡生活 但是在不使用身份證件的情況下 長期生活在中國是需要面對很大壓力的 生活了很長一段時間後 感覺這根本不是人過的生活 我犯了什麼法 我要這樣東躲西藏 在這個期間 中共不停地去找我的家人 我的家人很多都被關進了集中營 那時候每個縣都有大概兩萬五到三萬個名額 來按需抓人進集中營 肯定有人問我 為什麼我對這些這麼了解 因為我在新疆接觸的都是比較核心的人物 私下回說關於新疆的任何問題 這些所有的談話內容 我都保存的有錄音 在合適的情況下 我會慢慢全部放出來給大家聽到 為什麼我不現在放出來這些錄音 是因為他們救我出去 我不得不考慮他們的安全 我可以明知講 是某市委書記幫我解救出來的 在中共的機關單位上班 他們也是與虎謀疲 他們也不願去抓人 但是如果名單上的人沒有抓進集中營 那麼這個官員 就要被打上新疆兩面人的罪名 新疆兩面人會被判刑15年到20年之間 我如果一隻藏在安全屋 我會被消磨掉一隻 但是就在這個關鍵的時候 中共又找上了我 他們會調查 每一個新疆人在什麼位置 在做什麼工作 去了哪裡 結果就查到我後 我無法躲藏 只能有一個目標 離開中國 但是新疆人的護照 全部被上交到排除所 如果不上交就直接從系統註銷 所以我只有一個辦法 那就是偷渡 我曾經沒有出過的任何經歷 但是從小在山裡長大 有一些野外生存的技能 於是自己就開始尋找離開的路線 當時根本不知道 有舌頭帶領偷渡這件事 所以自己吃了很多苦 在做了一些簡單的準備後 就準備帶上食物出發了 我記得當時我帶了 3公斤風乾牛肉 就是自己去市場裡 買了3公斤牛肉 然後用鹽鹽之後掛起來風乾 然後帶了兩公斤水 就踏上了離開中國的路 從廣西一路邊走邊坐 便車到了寧明線 然後又到了平祥市白雲鎮 在這裡進行了一周的休息 一周後我就正式開始偷渡 當時走了很多彎路 畢竟沒有任何偷渡經驗 從有一關口岸附近偷渡 進入了越南兩山 當時自己確實大意了 在地圖測量時 直線距離只有25公里 我想的山路 最多也就是2倍50公里 結果這段路 我整整走了一周 每天就睡6小時 當時沒有沮喪 沒有難過 腦子裡只有一個信念 那就是一切都是為了自由 為自由而戰 到了越南以後 生活更加困難 沒有政見 不敢住宿 當時也沒有帶什麼裝備 只開通了國籍漫遊 好在有互聯網 在國內借了內地朋友的手機卡 來到越南沒有越南B 後來實在太餓 只能去一個農戶家裡 用自己戴了很多年的一塊手錶 換取了三天的休息和食物 用翻譯簡單交流 當時帶了兩張朋友的Visa信用卡 結果在越南無法使用 總是顯示需要與发卡行聯繫 當時身上帶了1萬人民幣現金 為了應急 在這個農戶家裡修正完後 就去了鎮上商店裡詢問 後來找到一個用過人民幣的商家 他用低回率給我換了2000人民幣 於是又去買了衣服 把自己打扮成了一個遊客 此時是2019年8月中旬 天氣很熱 於是就參加了一個旅行團 在越南遊玩了一周 在這裡又認識了一個移民美國的越南女孩 這個女孩後來給了我極大的幫助 結果後來在2020年4月左右 越南開始變得緊張起來 後來大面積檢查 我無法繼續租房 後來買了一個旅行帳篷 於是我進入了原始人的一段生活 我在山裡一個人生活了一年多 每天吃野菜吃白米飯 因為很多地方都封城了 手機沒點 灌機 你們永遠無法體會我那時候的心情 絕望 孤獨 難過 自暴自棄 什麼樣的心理 我都承受了一次 後來感覺越南並不理想 於是想去泰國 但是中間又隔著老撾 當時是2021年4月 在走到老撾後 我被路上的警察給抓到了 結果無法證明我的身份 他們將我賣給了詐騙集團 我被賣到了全世界最危險的地方 金三角 這個世界的三不管地帶 進入金三角之前 在金三角附近 被隔離了一個月 在詐騙公司受到了更多的壓力 有機會我一定要講講 詐騙公司內部的具體問題 在工作了半年後 此時是2022年1月份 終於找到了一個機會 我從三樓一躍而下 在黑暗中拼命地衝刺 靠著自己的方向桿 衝到了湄公河邊 直接就游到了對岸 大概游了20多分鐘 荒不择路 結果我游進了緬甸 緬甸這個讓人望而生畏的地方 於是又從緬甸走路到泰國 這期間走了大概15天左右 但我到了泰國後 終於遇見了一個曾經的朋友 他給我租了房子 我的生活總算是安穩了下來 但是泰國也是封閉狀態 好在可以去商店 在這期間 終於能讓自己回顧一下自己的一生 就像拍電影一樣 一幕幕在眼前 一切的一切在腦海中流過 共產黨逼迫新疆 讓新疆人有家難歸 親人之間無法團聚 開始瘋狂地想念親人 在泰國生活很平靜 當時每天的樂趣就是看YouTube 看共黨嘴裡所謂的反賊的視頻 我才知道原來整個世界都在關注新疆 讓我不再感到絕望 每個海外的新疆人 都生活得如履薄冰 不敢講不敢說 直到俄乌戰爭爆發 烏克蘭總統沒有選擇逃離 而是發表了一段講話 他要和烏克蘭人民共進退 那一刻我哭了 這是我這麼多年第一次流淚 那一刻我決定 我要站出來 為新疆人做一些事 於是2022年4月2號 我發出了我第一條關於新疆的推特 很快受到了很多網友的支持 從那天開始 我正式準備在推特回答關於新疆的問題 很多人私信要我接受采訪 我都拒絕了 在這裡先說聲對不起 因為我當時無法接受采訪 但是今天我願意接受采訪 集中營是什麼 為什麼中國共產黨稱之為教育培訓中心 而除了共產黨以外的所有媒體 以及個人都稱之為集中營 根據聯合國對集中營的定義 集中營是一種用作未經正常法律程序 非法關押大量人口的基礎設施 被拘留者大多是政治意義分子 戰爭時期的敵國公民及戰俘 在有些情況下 被拘留者是屬於特定種族 或特定宗教團體的成員 只要符合這些條件 就可以稱之為集中營 所以我現在自感覺 新疆就是另一個國家 新疆集中營就是關押的特定種族 和伊斯蘭教徒 主要針對維吾爾人 哈薩克人 回族克爾克茲等其他少數民族 其中維吾爾人占80%左右 哈薩克族占比9%左右 回族占比7%左右 其他少數民族占比4% 集中營里的人都是信仰伊斯蘭教 他與監獄最大的區別在於 被拘留者未經正常法律判決 集中營中關押的人 由於具有某種特定的身份 往往不經過審判急遭拘留 而且沒有確定的拘留期限 有些被關押者 集中營中共嘴裡的教育培訓思想 新疆集中營每個地區之間管理方式不同 維吾爾人進去 不知道何時會出來 一切都是未知數 哈薩克族和回族一般是兩年到五年 必須是在嚴格按照中共要求的情況下 出來後被社區嚴密監視 定期來家裡觀察 不定時搜查手機 關於新疆集中營內部的情況 這位匿名的新疆集中營中的警官 突然間聯繫到了我 來揭發集中營中的事 後期如果有機會 他會想方設法去拍攝集中營的內部視頻 然後想辦法發給我 但是這需要很長時間 首先這個視頻絕不能在新疆發出 所以必須先把內容存到硬盤 然後把硬盤帶出新疆後 才可以發過來 如果在百分之百安全的情況下 他才會這樣去做 所以大家期待吧 大家好 我是Clarity GPG光感情 主要在第四交費中心 在岸然 昨天幹為止 這次通通通電源主宰 電視電線請客 就是為了 揭露共產黨在交費中心 分析的罪行 為了我們主要的工作 就是開啟微博庫 專頁的微博爾族同胞 每天對他們的一日社會戲劇 讓他們每天學習共產黨的調令調理 學習一些愛當的養肉 在必要的時候 再去盯到武力手段 強迫他們 要是他們 阻止他們幹一些 屬於人權的事情 你在教培中心看到了什麼 你所在的集中營的位置在哪裡 裏面關押了多少人 我們的位置位於卡什什 具體位置是東京39度27分6.5秒 北位70列度06分36.9秒 我們集中營長年來於關押人數超過3000人左右 中共有1400多人口 卡什什 中共珍珠開啟所 一共有4所 有好的都是以學校命名的 對外宣稱為 某某某技能培訓中心 其實裡面就是其中營 他們在裡面做什麼 我們在無辜的浪漫性格在裡面 對他們進行洗腦 讓他們學習習習近平 好的方針 好的政策 讓他們對外宣稱 你參加過抓捕維吾爾老百姓的工作嗎 抓捕維吾爾族通報的時刻 主要是進行誘憑工作 把通報騙到村委會裡面 說晚上純粹沒有匯告片 然後馬再把村幹部騙出來 我們進去之後 用槍盯著老百姓的頭 讓他們跪在地上 然後給他們上銷鑼 交流 偷套 把他們抓起來 全部送到這裡 抓捕維吾爾族 集中營中被抓捕的人 年齡都是多大 我們在抓捕的過程中 根本不會在乎你的新別 你的年齡 小一間的馬 小雪就可以抓走 老一間的馬 老月夜 老奶奶 把水素吹馬 全部都抓走 你所在的集中營中 管理人員都是什麼民族 你怎麼看待 共產黨對新疆的暴行 管理我為什麼接受 這次採訪 原因太多太多了 最主要的原因 是我自己 心裡面過也不去 不能這樣子對待一個民族 人馬都是有良心的 人馬都是受伸的 這樣子對待一個民族 難道你就不怕 覺得一天 他們會反抗嗎 你見過集中營中最嚴厲的虐待 是什麼行為 中國外交部多次說 新疆教培中心的學員都是可以隨意進出的 你對此什麼看法呢 關於人家教委員 對這個集中營 看下的人員 所以處理這個問題 看法就是不可能的 集中營裡面的 微博子中部 常連累月的觀察在裡面 就是讓你洗腦 讓你完全地解釋 共產黨的所有東西之後 把考法發動之後 才會考慮這問題的 總之我感覺我自己對年生中 為什麼要把那麼多 各種大百姓 對他們進行 厭力上的進入 肉體上的折磨 每個人馬都是有良心的 每個人馬都是有家庭的 為什麼要把一些小部分人的錯 強調到整個民族 還要對外宣傳他們就是那樣子的 我覺得太不公平了 太不公平了 說真的嘛 現在在新疆的行動人出去嘛 也說自己是新疆人 來的人嘛 這特別特別的開吃 我自己嘛 也是新疆人 我心裡面的感覺 有種說不出的現實 同時我希望新疆的更多警察 能參與進來 參與爆料這種慘無人道的 泯滅人性的新疆集中營內幕 每個新疆人都有責任參與進來 你所知道的內幕信息 可以投稿到我的郵箱裡 共產黨喜歡用教育轉化中心 技術培訓中心等名字 來混洗人們的思想 但是你無法改變裡面的性質 不管你用什麼名字 來命名新疆集中營 最終裡面的性質 比監獄還要嚴格 請問有比監獄還嚴格的學習中心嗎 每個集中營配備兩名狙擊手 一個班的人手持九十五式步槍巡邏 漢人警官全部陪發手槍 發現任何逃跑者直接開槍擊斃 這是你們下達的命令 請問中國其他省份 哪裡有這種學習中心 只錄為馬的伎倆 你們可以欺騙世界 欺騙其他省份的人們 但是你騙不了任何一個在新疆出生的人民 文化洗腦不成功 就開始強制洗腦 你認為你們可以做到嗎 你得到的只會是更大的仇恨 讓我們所有人看看 最終你共產黨如何收場 讓整個世界看到真相 是我們新疆所有還有正義的人的責任 讓世界知道習近平犯下反人類罪的罪行 最終的下場和得到公平的判決 讓新疆人得到一個正義的天平 今天的影片到這邊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想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SPAIO 下次見了 掰